南投县议会23号召开县政总咨询 由肖志全议员担任主席 议员曾正言、林芳瑜、吴瑞芳、石庆农等11位议员 针对地方农业、道路狭隘危险、治安交通等等的问题进行联合总咨询 其中针对地方民众质疑 西匿乡、河社以及东浦等基层派出所、河署办公所衍生出的相关问题 希望警察局能够根据原乡的现况慎重考量 我刚提的这两个问题 什么时候要实施 然后你觉得我们提议的这个河社跟东浦维持持住所有没有可能这样 明年1月1号以前会不会试营运 就是说试办看看 那这个部分我们等警政署的指示 那至于说比如说两个所合并那就少一个值班 晚上我们就可以把它应用到去做巡逻 那这样的话当然对地方的治安我相信应该会比较有帮助 警察局在地方办刷兵会 经过刷兵之后 多数的村民都不希望活使办公 因为每一个地方有一个派出所存在 对治安方面都可以有很大的帮助 对此县长李明珍表示 长久之际还是应该由中央编写经费支应逐额警力 来解决各地基层远景人力不足的问题 而不是要求各县市政府缩减人力以及编制 增加人员让派出所的这个警察局的人员能够充足 那姐姐这个人事不足的问题不是在收减人员 我想这个县长在这边要建立中央 能够扣大这个经费来补助 让警员把它补助 林县长表示 最近县府警察局到各地区办理派出所和属办公地方说明会 大多数的民众都是持反对的意见 希望能让派出所照常运作增加见颈率 才不会对地方的治安造成影响 记者曾光佑南投市采访报道